刘娥这个贱人 我豁出这条命不要 也要打死他 老奶奶您不能去 老宗祖 您可千万别冲动啊 闪开 老宗祖 您凭什么打死刘娥 您凭什么说这个毒气是刘娥坐下的 不是这个贱人 还会有谁 他今晚根本就不在于成功啊 他坐下这个毒气 就是为了将自己宅出去 让皇上亲眼看到李娘娘 诞下妖孽 如今木已成舟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我什么也不说 就是把这个贱人打死罢了 果真是陈琳把太子 带到了玉成功李玉那里 陈飞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 母爱泛滥十分地伤心 深觉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陶三春作为李玉的老奶奶 自然是义愤填膺的 要找刘娥算账 害得自己的孙女家破人亡 陈琳剑阻挡不住陶三春的脚步 跪下请求陶三春为太子殿下着想 一旦陶三春去碧云宫闹事 不但皇上不会相信他 反而暴露了太子的行踪 依照皇上的脾气和刘飞的狠毒 太子岂有活命之力 冷静下来的陶三春 也是进步得退也不得 看着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还在为自己考虑 陈飞真是后悔莫及 都愿自己心软 后悔当初不听扣准的话 令刘娥苟延残喘 才会有今日之祸 他自己咎由自取 不敢再连累旁人 只求陶三春将孩子抚养长大 为赵家留个后把 陈飞真的是对不起苦命的太子 就把皇帝送给自己身上的 一块黄玉送给了儿子 然后跪在陈琳面前 为了太子 为了大送江山 让他把孩子送出宫 去到了寇准府中 寇准得知情况后 大受打击 自责自己竟然中了他们的轨迹 如今说这下也没用了 只能准备下面的计划 寇准准备明日去见皇帝 一定要保住陈飞的命 否则自己如何能对得起 陈琳他们这般舍命 护驾的忠义之人 陈琳提醒他 下午无数已经当着 皇帝和寇准的面 陈飞产下妖孽的预言 而今皇上便亲眼看到了 前后印证 说不定连寇准也会牵连其中 寇准这一次却要拼上自己的官 也要据理力争 即便他们也没有理 有所不为 有所必为 是我之过才是李娘娘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如果此时我还归所其后 我寇准还算个人吗 陈琳啊 孩子 你先放下 待陶老王妃回宫之后 我叫到她手里 请她代为抚养 寇相爷 您三思啊 朝中没有了您 兵卫那一帮奸贼 岂不要善权乱政 请寇相爷以大局为重 寇准已经下了决心 只是语重心长地告诉陈琳 朝中之事 他不懂啊 陈飞 失事 留额做大 从今日起 朝中之事 开始逆转 可怕的逆转啊 如果自己再不犯言直见 就只能屈从丁卫一伙 做个少说多听的傀儡 他寇准宁可死了 也不愿再做这样的官 如果以寇准之死 能够换来包装 王妍林 这般正值大臣之声 他宁愿身死 第二日 皇帝沉浸在悲伤之中 他也不想礼遇死 毕竟生孩子 不是他诚心的 陈琳见皇帝对陈飞 有情 便建议 给个闭门撕过算了 可皇帝竟然相信 陈飞会吃进宫中之人 要夺他的大宋江山啊 陈琳还想说 不能当真 皇帝大怒 你放肆 看来皇上赌信这个妖人了 陈琳没办法 只能用刘飞的例子 劝说 刘飞和丁卫的弑君之罪 皇帝都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难道 对贤德的陈飞 就不能宽容吗 谁料 被摩天仇打断了 声称 要是没有那天书阵弓 这妖孽就会画成形了 皇帝想起 昨晚 确实看到天书 就更加相信摩天仇说的话了 摩天仇这时 要把剑指向陈飞 请问 李飞 先得两书 及时大提 对她是以重处 真心不忍 天命难为 以老先师的意思 该当如何处置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赐死 以绝后患 赐死玉儿 朕心不忍哪 皇帝希望她另想办法 吴寿提出的方法 就是以皇帝的阳寿来消孽 人都是怕死的 转眼就同意处死贵妃 还说是小事 这就是罪是无情帝王家 早朝时间到 寇准迈着沉重的步伐 一步步走上朝堂 这次她是豁出去了 跪在皇帝面前请罪 皇帝不明白她有何罪 寇准认为自己身为宰府 历经两朝 竟未能识破 奸人设下的天书骗局 令臣飞蒙冤 丁卫这时就跳出来了 指责寇准胡言乱语 寇准不屑 天书不过是妖贼宁人 妄图祸乱国家 灾害贤得的大逆毒计 天地鬼神自古有之 况且这是我大宋立国以来 第一宗祥瑞 你怎么能说成是大逆毒计 就不怕得罪上天 惹下无边罪孽 祸言设计吗 你给我闭嘴 什么天书保禄 都是一派胡言 分明是你们这些宁臣贼党 勾结后宫奸妃刘氏 妄图加害陈妃李娘娘 所设下的恶毒圈套 可惜啊 我扣准是瞎了眼 昨日在殿上 没有戳穿尔等的阴谋诡计 令尔等这些恶贼的阴谋得逞 可皇帝却完全被摩天仇 假冒得倒是无受控制了 指责他竟然污指内功 还向着宰相吗 扣准请求皇帝能回想昨日的蹊跷 天书早不到晚不到 为何偏偏在陈妃生产之际 他才到来 这难道不奇怪吗 丁卫唯恐他劝动皇帝 于是指责扣准大胆 扣准你好大胆 竟敢在圣上面前妖言祸众 污指天书 真是罪在不赦啊 臣请陛下再想想 如果说这所谓的天书 乃是要提醒陛下 将有妖孽诞生 恐怕危害社稷 那么一年前在卢州 那宗弑军大案 祸及军身之时 天书为什么不出现 你 扣准距离力争 让皇帝再想一想 连着所谓天书上的蝌蚪文字 都需要人来解释 那么天书怎么会 自行在夜间飞到玉成宫 去杀死妖孽呢 这一桩桩 一件件都是离奇诡异 既不符合人间的逻辑 也不符合天上的逻辑 这能是真的吗 而且皇天 护佑 善人 自古已然 陈飞 温良贤淑 十大体 故大局 从不邪私报复 而且禅州之战 陈飞 大功于社稷 却被人诬陷妖孽 这能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吗 如果这样的天书 真的是出自上天之手 那么上天 还有什么可以尊敬 所以他以为这几块玉板 真的是灵界之事 那也是灵界的妖孽 假借天书之名 霍乱善良之辈 扣着能力挽狂澜吗